殿下 别动 让本王帮你一会儿 殿下 这不都是小孩玩的吗 这都坏了 殿下怎么还留着 毫无意 那儿 莫菲 这确实对我打击很大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说不出话来 是二哥一直陪着我 做这些小玩意儿哄我开心 如果我不说它是一根胡萝卜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它就是一根木棍 这个呢 是苹果 是挺圆的 这个看得出来吧 茶杯 估计就是从哪个做坏的苹果里面 挖了个洞而已 但这对二哥来说已经很难了 这一根鸟 是它做的最好的一次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燕子 你是不是觉得本王很可笑啊 怎么会做这种东西 我告诉你啊 九弟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本王做的木头鸟 它可爱玩这个 而且这样的鸟 本王做的是最好的 别打二哥 你还是看没什么 当王大雪的一样 那边之后 你就是从哪边的木头鸟 是谁很难成呀 你才能说他 那儿什么 你才能说到现在 是什么 看不许可 老师总的 你才能说法 不是 殿下 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本王 你是在嘲笑本王吗 在笑本王只能一个人在这儿孤影自怜 自施恶果 在你心里 本王就是一个为达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的人是吗 如果我说不是 会不会太过虚伪 你还真是坦白啊 这个世界本就是这样荒唐 是啊 权势和地位 并不是仁义道德能换来的 那些清零零的君子 只会死在正道的路上 而殿下 才是书写历史的人 真是荒唐啊 本王也觉得很荒唐 这些年我不管去哪儿都带着他们 想着我与二哥在这残酷的时局里 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就不觉得累了 他对他 殿下 亲王殿下 虽然有些事情做得确实过分了一些 但是对你 itates a few years 一向是很好的 我们的话已经进了 可是我看你想 一 vez 他有些于你 不就跟我还关心在亲王殿下吗 正因为我使他如胸如负 我才不能自欺欺人 如果他走的是正当 哪怕前方是幽冥鬼玉 我也愿意陪他住 可如今 他也跟他痴迷忘了有什么居民 我还记得今日 本王心事淡淡地跟你说话 九弟对本王和对别人绝对不一样 可笑至极 本王很清楚 要走这条路确实很艰难 但我也是没想到 九弟会如此绝情 牟川这样的性子 即便不走这条路 也很难对你有注意 你要何必这么难过 你曾说问过 你岁月不敢追踪 但我问你 你是否相信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从九弟身上获取些什么 也从来没有想过让他帮我 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不信 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不信 要如何分这张饼 那要问殿下 卢安人 你太聪明了 但是本王告诉你 这样如此聪明的回答 本王听得太多了 听腻了 九弟就很笨 他会把整块饼都给我 还跟我说 他自己还有一块 他就是为了让我安心地把那张饼吃完 等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都快饿死了 所以我决定 我对他无所求 而且此生 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但是本王很清楚 九弟越是风光济月的君子 本王越是卑鄙无耻的小人 殿下 你想多了 本王走得太远了 回不了头 我知道 这些岳望落 本当想爱 我们能否认 别说得太多 他死了 我们不能不承认 我不承认 open 我的天啊 你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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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承认 你不承认 我 你不承认 你不承认 谁能击败忘 我命不奉时便将世界遗忘 我军难远 也许就像只翅膀一样 很难你扎回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